菩萨界是以菩萨的行为,心念来约束自己,而我们这个凡夫和菩萨之间有没有差距?差距大了,凡夫的修为里面还有下根器,中根器,上根器,上上根器,除此以外,上面还有阿纳汗,阿罗汉,还有普通菩萨,一地,二地,三地,四地,五地,依次往上走,对不对? 级别层次相差太多,已经不仅仅是幼儿园和大学生的差别了,我们突然以大学生的要求,来要求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,他能不能受得了,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满呢?不能说没有,什么时候都没有绝对,但是这种特例很少,大家想是还是不是,大家去百度搜索六众大界二十八众小界,看看自己有多少能够做到, 以我们目前的修为,敢不敢行持菩萨界? 同时也随喜一切愿意成为菩萨,并以菩萨界为生活守则的那些人间的大菩萨,大居士们,我们随喜赞叹其行持菩萨界的功德,但是,同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,其中的风险,风险就是二十八重界里,我们能长期行持的有几条, 菩萨界里很关键一条就是,你念头里边起了杀心,也是犯戒,因为在菩萨的境界里边没有这些念 对不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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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耶,对不起的那种